大家好,我是小杨 粉条我们平时都是炖着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不一样的新做法 大人孩子都非常喜欢 下面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么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把粉条从中间稍微剪一下 下面锅中多倒一些适用油 用一根粉条试一下 粉条立马膨胀 说明油温就已经好了 再把剪断的粉条下入里面 看一下现在粉条立马膨胀了 我们再给它搅拌一下 像这样炸好之后 控油捞出 准备上一根去皮的红薯 先切成滚刀块 切成滚刀块 切成滚刀块 接下来在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倒入切好的红薯中 搅拌一下 使每块红薯都粘裹上鸡蛋液 下面锅中油温再次升高 用筷子试一下 像这样出现木鸡小块的时候 再把红薯下入里面 红薯要一块块的往里面下 否则会粘在一起 用银铲子搅拌一下 这样受热比较均匀 我们一定要用小火慢炸 防止把红薯炸糊 或者是炸不透 最后像这样 把表面炸成金黄色就可以了 控油捞出 这个时候我们把炸好的粉条给它抓碎 哇超级的过瘾 像这样大小就可以了 在锅中加入两大勺白砂糖 再加小半碗的清水 用中火把白糖搅拌融化 最后像这样出现密集小泡 而且呈焦糖色就可以了 把炸好的红薯倒入里面 充分的搅拌均匀 像这样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关火 再把红薯放在粉条里面 用颠盆的方式 把每块红薯都粘裹上粉条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外面特别酥脆 里面又非常的软糯 用来给孩子当做小零食也非常的不错 招待客人也绝对有面子 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 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做给家人尝试一下吧 喜欢想要的视频帮忙点击下方关注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